乳酪蛋糕又称作起司蛋糕 蛋糕体扎实 质地也比一般的蛋糕来得爽口湿润 这些位在台中的烘焙厂 主打的明星商品是藏心乳酪 入口即化的清爽口感唯一天不腻 在2022年起司季活动时 35天就销售突破10万盒 大约是40万颗 深受大小朋友的喜欢 藏心乳酪蛋糕的原料 我们特别采用了 刚才还酿的那个鲜奶乳酪 它吃起来口感会比一般乳酪蛋糕 会更香更绵密 它的乳脂肪会含量比较高 吃起来的蛋糕会很蓬松 然后又很化口 舒芙蕾蛋糕体搭配清乳酪 多层次清爽绵密不腻口的美味 让人充满着满满的幸福 一口咬下浓郁的香气 在舌尖化开 我们藏心乳酪是一个舒芙蕾的蛋糕 它有一个内馅 它是吃起来是会有爆浆的口感 然后冷藏吃的时候 它就很像清乳酪蛋糕 加了我们的内馅 然后冷冻吃 就很像吃冰淇淋的口感 那下午茶的话 你搭配红茶 它可以提醒到 它乳酪蛋糕的风味 这间位在台中的烘焙厂 主打的明星商品 藏心乳酪 主要供应全台的本土连锁超市 在2022年的起司季 35店销售突破10万盒 大约40万颗 美味的背后 从制作的每个环节 都得严格把关 我们内馅是用 定量助线机下去 做定量的充填 让每个蛋糕的内馅 都是很均衡的 重量都是很一样 每个蛋糕都吃得到 我们的内馅 蛋糕体的制作 是奶油加水 再加上高含量乳酪融合 利用小火熬煮 达到乳化的作用 目的是让蛋糕更有味道 更具延展性 乳酪它完全煮到溶解的时候 它可以让它含量比较高的乳酪 呈现最好的风味 它的火候是要特别的注意的 然后又不能说太强烈 要很控控得刚刚好 因为太强烈的话 它会产生焦化 除此之外 一般人对乳酪蛋糕的印象 是口感厚重 吃多了会腻 但这款藏心乳酪 却添加了秘密法宝 让它尝起来 口感丰富多层次 我们藏心乳酪 加了我们的优格 就是添加它的风味 它的微酸性 添加我们添加的柠檬汁 可以让它吃起来 比较清爽 比较解腻 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蛋白要打得够发 然后搅拌 不能搅拌得太多的空气进去 然后避免它消泡 蛋白霜与乳酪舒芙蕾 面糊拌合之后 进行充填 整个制作过程 除了温度控管之外 也要跟时间赛跑 当鲜乳酪蛋糕 它在充填的时候 我们速度要快 避免它消泡 然后也不能太过于急躁 充填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的充填 一桶一桶的充填 然后进去烘烤的时候 它的蛋糕的成品性 会比较好 面糊一旦消泡 蛋糕就不够松软 为了提升口感 烘烤的方式也特别讲究 水浴法我们就是要 让我们烤箱里面的 湿润度比较均衡 然后让蛋糕烤出来的时候 比较湿润 我们会比较用高温的温度下去做烘烤 让那个蛋糕吃起来的 湿润性会比较好 大约烤个八到九分 香绵可口的藏心乳酪蛋糕就出炉了 外层是扎实的起司蛋糕 里头有着流心乳酪线 口感绵密滋滑 带有柠檬香 除此之外 工厂还有另一款新推出的 浓厚起司蛋糕 这个产品的发想是 现在的人想要吃的比较健康 单纯原味 所以才会有这个乳酪蛋糕的诞生 严选进口的高卤量鲜奶乳酪 加上糖粉 面粉 再倒入进口发酵的天然奶油 加上薄酒乳 依照黄金比例低速搅拌 搅拌上的话 我们要用慢速 让它慢慢地搅拌均匀 避免太多空气进入 然后搅拌完成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过滤 让它面糊中的气泡 把它消除掉 让它蛋糕吃起来 会比较绵密 过程中还可以帮助 有异物的产生 淀入蛋糕面糊里面 长条如果在冲田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定量 产生的那个气泡过多 会影响到蛋糕的口感 这款浓厚起司蛋糕 尝起来很绵密湿润 清爽没有厚重 用感 化口性相当高 长心乳酪蛋糕 它跟长条乳酪蛋糕的差别是 长心乳酪蛋糕 它有以舒服雷蛋糕作为主体 下去搭配内馅而呈现出来 长条乳酪蛋糕 由高乳量的乳酪跟奶油 下去做混合 然后呈现出来的 纯精的乳酪蛋糕 不论是长心乳酪蛋糕 或是浓厚起司蛋糕 经过师傅的巧手 都是一道道可口的甜点 另外在制作环境上 封焙厂也打造类似 晶圆厂无程式的概念 对于卫生的管制 采取高标准规格 我们公司都经过ISO两万二与 HACCP食品安全认证 然后进入本公司工作场所 需要佩戴防尘衣与工作帽 避免毛髮掉落 蛋糕出货的时候 就会经过精简机 经过层层把关 制作出CP值很高的乳酪蛋糕 在全省的本土超市 全部都买得到 幸福有许多模样 甜点总能让日常充满小确幸 经过职人的巧手 创造出一道道香气浓郁 经典又疗愈的甜点 只要尝上一口 就能幸福加倍 活力满满